在《中国崛起和战略逻辑》一书中 鲁托瓦克曾提到 中国患上了注重内政 不善外交的大国自闭症 强硬的外交政策 只会触发邻国的抵触情绪 而此次中国修改宪法 习近平无限延长任期 只会继续削弱中国的实力 从中国历史来看 中国领导班子就像其他国家的一样 都专注于为自己积聚权力 中国领导者在国内事务上 拥有巨大的权力 但他们处理不好外交政策 习近平五年后还会执政 否则他的权力就会从现在开始衰退 假如只有两个五年任期 那在第二届任期中的每一天 他的权力都会递减 因为人们会更留意继任者 而非他本人 这是习近平想留任的原因 可以理解 但结果是极大程度地削弱中国 如果习近平还按这种方式统治中国 产生的影响相当于失去 十艘航空母舰 强势领导人会注重国内事务 所以他会继续自闭的外交政策 因此他将会把盟友推向美国 举个例子 印度 印度人有上百个理由不与美国结盟 但中国还是成全了这件事 如果想建立庞大的帝国 你需要的是弱势的领袖和有力的运作系统 在美国看来 习近平当政是件好事 他帮了美国大忙 因为他的政策和他对军事的推崇 帮助了美国解决问题 鲁特瓦克认为 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 需要投其所好 中国希望通过推行一带一路政策 增强政治互信和贸易往来 但结果恰恰会适得其反 一带一路包含不同方面 一方面是给中国企业带来商机 这可能是好事 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 中国到这些国家 给他们修公路修铁路 认为这些恩赐能换来影响力 但很不幸 人类总遭受忘恩负义的对待 最反对美国的 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也有例外 但大多情况如此 不知为什么人类非常奇怪 你帮助别人 但他们并不感恩 中国到这些弱小的 混乱的贫穷的国家去修铁路 结果是他们会反对中国 美国从未通过援助获得影响力 美国的影响力 是靠提供多样的机会得来的 不是靠援助 援助买不到影响力 卢特瓦克去年曾与中国高层会面 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格局 和政治局常委的分配 卢特瓦克表示 目前愈发收紧的意识形态管控 和巩固习近平政权有直接关系 但过度的压抑 只会使中国自食恶果 王沪宁看起来非常聪明 他一定知道意识形态必须有连贯性 如果没有 人们就会问 这是什么共产党 共产党人都在哪 但如果他施加太多限制 中国有才智的人就会离开 所以他必须平衡这些元素 我认为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 可能在习近平被认可 被接受之前 他会巩固历史形态和纪律 然后他会松手 如果他不松手 中国会失去宝贵的资源 也就是年轻的人才 13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习近平也再次当选中国主席 习成为终身主席似乎已成定局 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的位置已经坐稳了呢 不 我不认为习近平已经获得认可了 他的反腐运动清除了许多大小人物 很多人的亲属 助手 同事 工作伙伴 失去了往日的地位 很多人还被从共产党的房产里扫地出门 中国有很多人受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苦 但习近平不是斯大林 受斯大林之苦的人 斯大林把他们抓进劳改营 其中半数很快就死了 习近平没有这样的权利 比如他逮捕周永康这样的大人物 那他身边的几百个人 斯大林就会把他们都处死 但习近平没有 这些人在北京 在各地 他们恨习近平 所以他不是完全安全的 没人能给终身主席这个职业打包票 鲁特瓦克曾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 对这个强大帝国的战略进行深入研究 他认为无论是广阔的领土 还是长久的统治 都与罗马人精明的外交策略密不可分 而中国想要与罗马帝国相比 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你要有罗马人的特质才行 那是很难达到的 特质之一就是自律自治 罗马人从不进行不必要的争吵 他们使用外交手段 他们有个原则 罗马帝国将每个邻邦都当作朋友 他们将邻国的首领称为 罗马人民的朋友 他们是这样称呼的 如果中国像罗马的话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就会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他会得到这个称号 他们还会给他做奖牌 上面印着他的头像 刻着他的称号 而如果你不是朋友 就会被毁灭 所以罗马帝国的政策是 我们的邻居应该是朋友 彼此协作互助 要不然我们就将他毁灭 这需要很强的自律 因为朋友间会有矛盾和问题 但罗马人很耐心 他们不小题大做 罗马皇帝容易变通 他们理解这些情况 他们一方面非常友好灵活 另一方面也能做到武力消灭 不留领土争端 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两者的结合 领土争端让人强硬 举个例子 如果中国是罗马 那么中印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要么印度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所有问题 小到平民百姓 都以微笑和友谊来灵活处理 要不然你就毁灭它 进军到新德里去毁灭整个国家 没有人能做到 他们没有这样的自律 他们不愿做出必要的让步 罗马人是愿意的 比如他们占领以色列的时候 罗马军团将英旗上的标志摘掉 因为犹太人不喜欢宗教符号 军队在罗马帝国内部 要举着皇帝的头像 但他们到达以色列时 将头像摘掉了 如果外交政策行不通 就进行毁灭 这是其他人做不到的自律 美中关系近来一波三折 从钢绿关税到台湾旅行法 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凸显 美国的再次伟大 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是否注定水火难容 两国是否难免会落入 休息抵得陷阱 中美间会有一些拉锯战 会在很多领域合作 会有很好的协作 但也会发生争执 以当前为例 美国汽车出口 中国要交25%的关税 中国汽车出口到美国 关税是2.5% 当然美国市场没有中国车 如果有就是2.5% 这是钱的问题 需要坐下来达成交易 这是可行的 不可行的是 中国还指望在自己贫穷的时候 签订的协议依然有效 中国曾经很穷 现在不穷了 所以这些协议需要改变 如果习近平能做出改变 在拉锯战中 就可能有协作 有对峙 共同进行活动 这些都可以合作 没有斯巴达和希腊 也就没有休息抵得陷阱 美国不是希腊 中国也不是斯巴达 美国不是特别人的协议依然 美国不是特别人的协议依然 而且中国不是特别人的协议依然 都是协议依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